特殊的波浪造型屋頂一到四樓 全部都是利用貨櫃屋疊起的店面 園民會投入了2.5億 在台東救火車站旁 打造了鐵花村魅力據點商圈 將招募在地的原住民首創藝術家進駐 成為原住民文創產業銷售的重要平台 但卻有主人表示 文創商圈的族金太貴 根本就租不起 那我們問到的那個是 七萬多的是三樓 然後一二樓的是 就更多錢 4.2坪裡面的那個貨櫃而已 你一個月租金要收我 什麼活動 什麼管銷費 什麼什麼淋淋淋淋加起來 跟我說兩萬多塊 兩萬多塊我去中華路 那我去一個店面也不用兩萬多塊 你還那麼貴 主人表示縣府委外招商 主人除了要負擔租金之外 未來的行銷活動 情節管理 設備維護以及縣政府的回饋金 都要承住人來承擔 平均五平大的空間 就要負擔三萬塊左右 不只剝削了陳族族人的利益 許多有意進駐園區的部落首創 藝術工作者更是望塵莫及 人家把東西稀稀苦苦的做出來 然後這樣子收那麼高的租金 他們要吃什麼 吃風吃土 也不可能 然後你中間你又找委外招商 你縣政府直接開一個 那個專案出來 然後找人 找自己縣政府專案出來 然後找人去做 去管理這個就好 你為什麼還要委外招商 兩個人的公司好了 他要產出他兩個人的薪水 再加上房屋租金 那他的取得原物料的投資 和他要創作的多少的能量 夠不夠 那如果是說整個投入 都在這些基本的基礎成本上的話 那簡直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連自己喘息的空間 自己可以不要理薪水 然後要做這個去付房租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管理處有跟ATT有做簽約 簽約的範圍是含那一整大塊 他們現在因為還在招商階段 他應該是要提一個營運計畫室給我們 我們才會知道說 他到底是以什麼價格出去 因為其實在民間公司來講 他還是會有一些 算是商業機密吧 他不會把他的價格這麼透明化 縣府表示 江衛全會委外廠商 招出租金定價標準 但原本六月就要開始營運的 魅力據點商圈 至今仍無法順利開幕 究竟原因似乎已經逐漸浮上檯面 記者文革給大家看 台東市採訪報導